主席 欢迎局长来与我们交流 重复的问题我不问了 我也是想关心一下对内通关的中途站的安排 昨天特首都说了 早前我们约了局长你 都提到民建联多番 倡议的在港驛站的一个想法 我们知道现在无论金巴菲 又或者是内地的隔离酒店 其实真是一票难求的 我们相信透过在港驛站 是可以能够舒缓到希望回乡 去探亲或者做其他工作的人 是能够有机会回到内地 我想问局长这个方案研究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机会跟中央政府那边沟通 是否合适跟我们说 这个第一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就是关于康复者的照顾方面 其实各方面的数据都显示 现在中招的人比不中招的人多 但是过去政府其实对于中招的人 的支援是非常有限的 特别在早阶段中招的患者 其实都有不少后遗症 之前政府推出说有中医的康复治疗的 但是其实你问一下那些康复者 有些跟我说打极电话都是打不通的 那我希望局长都关心一下 因为中招的人 现在讲三四百万的 那当中有不少有后遗症 其实当然他自己可以去找中医了 但是我觉得政府都是 虽然在防疫抗疫上很忙 但是也不要忘记对一帮特别有后遗症的中招的康复者 都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支援 不知道这方面你有没有想法呢 首先关于所谓疫隔离这个措施 就是说在香港隔离完才回内地 这个需要跟内地沟通 包括不单止中央 也因为防疫是地方的 这个是广东省和去到深圳 其实最终管这个疫站 就是说进去的隔离酒店 是深圳市的应急办负责的 我们在不同的层面都有沟通的了 但是关系到我们的疫隔离 能不能够符合到内地的标准 除非我们能够符合到 它完全的闭环式管理 这个就会包括到 甚至我们过关的海关关员 所有采样人员 都要做到闭环管理先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讨论的阶段 但是要达至这个标准 就不是一个这么短时间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反而一些比较短时间可以做的 或者大家都知道 那个疫站已经加了号了 这个就是跟应急办方面 沟通了之后的 也都深圳市政府应急办 已经推出了一些新的 比如个人民关怀 加了一些号 给一些有急需上去的八类人员 这些其实就是一个即时的帮助的 他们的优优优独播放